外地人过来南宁买房 必须要知道的选房逻辑 选房标准 南宁一共有7个主城区 20多个板块 有200多个楼盘在搜 很多外地朋友过来南宁买房 不懂得该如何选择 一头雾水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今天给外地的购房朋友们 几点购房建议 一看到这几个标准买房 你会发现容易很多 第一个 首先我们要确保楼盘的安全性 选对开发商 这个是买房的前提 优先选择央企大国企 私企的话 建议你只选择县房 尽管现在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 楼板烂位的风险已经很小了 但是还是希望你不要冒险 买房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安全性 不要冒险 代价很大 第二个 在预算范围里 尽量靠近核心区 不一定是要买五项湖 不一定是要买清秀区的 峰岭北峰岭 但是一定要靠近一个商圈 比如说进江南万达商圈 进西大商圈 进安吉万达商圈 进万达茂商圈 进万象汇商圈等等都可以 越近商圈的房子 生活越方便 流通性就会越好 第三个 要买品质楼板 不管你是在哪里买房 都建议你选一个品质楼板 物业好 品质高 可以跑长期 什么意思呢 物业差的小区的话 建筑品质不好的小区 过几年之后 你会发现小区脏乱差 墙体脱落 公共设施毁坏 无人维修等等 二所房想卖的时候 就会很难 你持有的时间越长 口碑越差 房子的流通性就会越差 相反 品质高的小区 口碑就会越来越好 对比周边小区流通性的 只会越来越好 时间越久 就越能体现出楼板品质 和物业的重要性 这就是可以跑长期 以上是几点买房建议 虽然南京的房子很多 但是只要你把握好了 自己的选房标准 有目的地去看房 你会发现 买房并没有那么难 好了 南京买房需要帮忙的话 也可以关注一个 带你看房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